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衔演播 第327集 玉矿 福星回到大佛寺后山的时候 天色已经见黑 山脚下 一群沙迷正在洪光大师的领导下 围着上山的路打坐 福星 眼角一抽 这是什么操作 主子还在山上等着他呢 左右环顾一下 福星打算自己开辟条路 从旁边野草杂山的地方溜进去 正要动作 一道慈悲的声音唤住他 施主留步 福星后背一紧 脚下的动作就在声音响起的一瞬 立刻加速 然而他的脚是加速了 但后脖颈子处的衣领 却被人一把抓住了 就跟提小鸡似的 能这么悄无声息 有迅猛若闪电抓住他的人 福星还真没有遇到过几个 回头就看到 红光大师那张如如来佛似的脸 满面含笑 施主留步 老那有话要说 福星 他家主子在人家地盘称王称霸 他可不敢惹红光大师 一脸狗腿 福星笑道 哎呀 原来是大师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最近又胖了哈 红光大师 暮色相遇 可见施主是有缘人 说着 红光大师从身前的布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 变成麻花状的红绳 塞到福星手里 本寺院从明日起 要在寺院后山做法 届时会将寺院后山封闭 不过封闭之后 今日暮色十分遇上的有缘人 可以凭此红绳 自由出入 福星 运气这么好 狐狸地接过红绳 福星狗腿地朝红光大师道 那就谢谢大师了 我 红光大师双手合一 念了一句佛号 不等福星话说完 转头走了 福星 拿着红绳 福星一路飞奔到苏青身边 巴拉巴拉 把山下的事都说了 主子 要是有别的有缘人上山 发现咱们怎么办 福星担忧道 总不能杀人灭口 他们又不是真的山匪 苏青扫了眼红绳笑道 给兄弟们都分了吧 不会有别的有缘人的 为什么 咱们绑了北宴使团 红光大师知道 他要和我五五分赎金 福星惊呆了 啥 苏青扯嘴笑 想不到吧 我也很惊讶 一个和尚 居然也 福星摆手 尾所思的看着苏青 主子 小的是震惊 这种事 你是怎么开口和人家一个吃宅念佛的人说的 苏青 吃宅念佛的人开口跟我五五分成熟金 你不震惊 你震惊我怎么说 我就直说的呀 福星 鼠子 您不怕他告密呀 万一他不和你五五分成 他打算全吞呢 苏青 他不会 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在福星的肩膀上一拍 你真优秀 福星咧嘴一笑 是吧 小的一直这样觉得 苏青翻了福星一眼 转头朝绑着北宴三皇子那棵树走去 至于福星疑惑 他为什么要对洪光大师坦言 一种莫名的直觉 这个老头值得信任 直觉这种东西 就是很诡异 就比如当时他和洪光大师谈法器一事 谈四皇子囚签一事 都是靠这种信任的直觉 老头没有辜负他呀 福星刚刚从山下回来 还没有做伪装 只立在不远处等苏青 苏青过去的时候 北宴三皇子 刚刚被刑姑娘 吓得第六十八次昏迷苏醒 惊恐睁眼 环顾四周 唯恐再看到那个庞然的身影 和油乎乎的血盆大口 太可怕了 宴看一道身影逼近过来 北宴三皇子也没戏瞧 张口怒吼 滚 滚 滚 惶恐愤怒之下 只有这个字能发泄他心头情绪一二 苏青嘴里叼着狗尾巴草 呸得吐了 老子滚了 谁放你走 一听声音 一听声音竟然不是庞然大物 北宴三皇子放眼戏瞧 啊 带王 声音叫出来都在颤抖 是不是 可以放了我了 苏青 苏青在不远处的树墩子上坐了 摇头 放了你是不行 不过 一会儿可以给你和我们寨子里的行姑娘举办婚礼了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北宴三皇子震惊地看着苏青 脑子轰的一声 为什么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了 你答应了我 只要拿到赎金就放人 北宴三皇子都快疯了 一个下午被吓晕多少次 他居然要和那个女人成亲 而且成亲当晚 这些猥琐的山贼们一定会全程偷窥 怒火攻心 一张嘴 一口血就吐了出来 苏青冷眼地看着北宴三皇子 我们山贼也是有尊严的 本带王说话从来一言九鼎 不放你 是因为压根屁的赎金都没拿到 妈的 耍老子 要不是看在行姑娘份上 老子早剁了你喂猪了 北宴三皇子一脸难以置信 没有拿到赎金 不可能 郑国公不可能不给你们赎金的 换句话说 郑国公不可能不救他 苏青黑着脸 老子派去的人都被郑国公给扣了 估计这会儿正言行逼供 拷问他老子的据点呢 你他娘的 老子真是见了鬼了 才信了你的鬼话 说完 苏青从树墩子上起身 这话也不算骗他 毕竟是放了一个北宴使臣去传信的 结果 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 你小子命大 我们行姑娘看上你了 向我求情饶你一命 以后对我们行姑娘好点 娘的 老子要是发现你敢对不起我们行姑娘 老子废了你 说完 苏青前脚就走 丢下一句话 一个时辰之后 成亲 不 北宴三皇子 歇斯底里的发出一声怒叫 我是北宴的皇子 我家有皇位等着我回去继承的 我不能留在你们寨子里 更不能取那坨东西 苏青回头 冷笑 你爹不缺你这一个儿子 北宴三皇子 大夏天呢 他冷得全身发抖 他堂堂北宴的三皇子 从出生就高人一等 纵然兄弟们同受皇子 可他因为外祖当年歼灭大夏威远军 丰功伟绩 他比别的皇子就更受父皇重视 长大了 因为外祖的实力 他也更顺风顺水 继承皇位 基本上是定下的事了 他却在这个阴沟里翻船 绝不 恍然愤怒之下 北宴三皇子的脑子飞快地转 他不能任由事态发展 郑国公那个老东西居然不救他 等等 就在苏卿要走出这片开阔地的时候 北宴三皇子猛地抬头 看向苏卿的背影喊道 苏卿嘴角扬起笑 脚步没停 宛若没听到一样 等等 你若放了本王 本王娶你我北宴玉矿一座 有了玉矿 这辈子你们都不用做山贼了 齿和不愁 苏卿停脚 回头看他 北宴三皇子虚吹一口气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集见